大家好,大家好,這條影片跟大家介紹禁肉 現在發現再不出片,就太少怪彈片了 我作為稱職的貴賣彈珠、實況主 無論如何都要說一下 禁忌之獄是這遊戲唯一,你每個月都比較穩定會做的事情 事至今日其實都... 我想都已經兩年了 你說是不是很難打呢?就很麻煩吧 但我現在特別點名,有兩關我很討厭,就是21和22 這兩關我是最討厭的 21其實我自己覺得很煩 22更加煩,就是因為攻擊力問題 今次在做這條影片之前,我自己還沒看 到底出了這麼多新寵的情況下,我們今時今日2020年 打禁肉的色性角色,跟大家一起看看 如果觀眾有什麼意見可以提出 因為有些新打法,我一個人不知道 第一玉其實有打法 順便可以給新手聽說到底禁肉是怎樣打 第一玉不用說,有毒果,最實際的 其實我看就OK了,可以結束了 因為基本上都是那幾隻 只要有毒果,然後友情又回不上 反魔法陣等等 蘇雷,其實我也是用這幾隻的,老實說 第二玉,第二玉其實是煩煩的 不過世界樹池也有受神化,不知道會比較好 那竟然是這隻Hunter,這隻我都現在才知道 這隻下次可以試試 原來這隻是可以打的 第二玉的 因為水俗正殺手,M沒有殺手 哇,很厲害的,有兩個M,神經病 超反傷 不行,下次我也要試試這隻 然後就是Yahoo 我自己用開世界樹的 但這裡沒有牌,不過牌都這麼厚 因為世界樹的友情 路西法有這個鋼房 我自己用這隻,這隻就忘記叫什麼 還有Yahoo也是必須的 那下次我們又學了一個新的東西 就是這個Hunter 第三玉有一個很白癡的關 我自己覺得第三玉很白癡 一般來說都是用馬賴 對,今次有這個王者之劍 我突然被人殺了 對,那第三玉最白癡的地方 就是他那個白豹 如果你用太多盾的物體 是很多時候突然死了 不知道什麼事 另一個白癡位就是他那關 那個王的大技時間極短 那如果你輸出不夠,糟糕 那下次我就試試玩這個王者之劍 還有Gurabica Gurabica 可能有加速吧 但是我自己去排到S 那我下次試試吧 下次試試吧 就是這樣 第四我們很快看 第四我已經不... 第四是玩這個無敵絕招 應該只有幾隻的 嘩 嘩 又是這個王者之劍 12彎 那為什麼Gurabica都可以呢 最短16彎 新彎數調整 嘩 這些角色 當然有加速 因為這關小鬼會復活 但是我自己的古牙比較危 他有紅字 其實我覺得很危險 一般來說 我用殺彈和冤尾花 這兩隻為主 如果有時候不能選擇 我會選擇這個變才天 基本上都不會差 但大致上都是這樣 那王者之劍由於我兩隻都是神化 所以應該試試 看看有沒有好有掛 麻煩 第五 第五 第五期有六谷之後 我覺得這關不難 應該都是六谷的 六谷基佬 他六谷是排A 但我自己是習慣用六谷 因為六谷打王 直接打大半 基佬也是排A 有點奇怪 我覺得基佬有加速有成 怎麼都要下一隻 反而變才天 這些 你只要上攻擊過 正常都有 即是上攻擊過 可以打得入小怪 這隻第一位就正常 這隻 二乳類 這隻我沒有 這隻我好像沒有 這隻我好像沒有 這次上去 這關也沒有怎麼變 第六 第六就是這個 魔西 魔西薩娜 這隻狗是蠻好用的 但非常遺憾 這隻原來打得到 我自己也有 最近 可以試試 其他A的那些都不用怎麼看 那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有隻狗 就最好 看好友會不會掛 因為這隻狗的確很方便 我自己也很喜歡用薩娜 薩娜的電可以直接 吃劍可以電死小怪 但體狀威力低 但你有看過直播 也知道曾經有一次 我這個美王開技 直接秒了 然後就是 第七 第七 第七全部五右衛門搞定 我相信 真的不用煩 那現在的伏機 這個是不是推土機 又試彈 嘩!他五右衛門 其實放得這麼厚 那 無可口飛五右衛門 那個友情 其實不算太大力 有時候是 自己覺得危險 但我自己 因為我自己五右衛門 多 通常都是男隊 直接剪過去 算數 不想煩 那第八 現在基本上 完全沒有難度 我告訴你 有六谷 嘩!他排到S 他排到S 因為六谷 好像說 如果你一塊板 已經可以直接秒了 那隻王 只要有 整個殺手的情況下 一至兩塊板 不完全 那兩塊都不難 說真的 直接秒王 其餘 想不到這隻火狗 也適合 可以打 C 即是殺手 發動時 可以秒到 示威集羽 其實我覺得 不用搞那麼多 但下次我會試一下 既然他說得這麼厲害 那我試一下 那我覺得小野小丁 是最方便的 因為打王 是可以 一定秒殺到小怪 那 廚師 就是綜合能力高 加上這個 回血 好 第九 第九 我到現在都覺得第九是西關 那今次有這個 基路亞 但我自己未試 基路亞排到第一 超必營 他的艦隊貫通編成 我下次試一下 只要我這隻基路亞上齊果 上了戰型 上了等級 上了等級 非常期待 那第二隻 那隻其實我一向知道他厲害 但我沒有 那隻 我真的太新 有些人會用釘弓 但我未試過 都可以試 因為我是用最古老的 妖精王 因為我比較窮 我連華佗都沒有 就是這樣 第十 第十 你不用煩 第十 全部都在所羅門 包你 包你沒有老過 不用 不用 那麼多 第十的話 就是 所羅門艦隊輕鬆講 當然 你說我沒有 那怎麼辦 江君 阿君 真的不用想 這關其實是 本人有所羅門的關係 完全不用煩 OK 十一 十一現在都容易打的 有些人說四隻 下鴨 但我其實 我之前疊死了 不好意思 我手上只有兩隻 加上三隻 是不夠的 那我自己 我自己的三隻 是不好用的 但可能四隻 有些人說四隻 可以沒腦 但我三隻 是不可以沒腦的 但我還是會下兩隻 然後這隻 就是因為 因為他的 體狀高 絕招變貫通 還有 他的友情 都是超絕彈 都是OK的 唐魯鴨 仍然畏居綁手 但我自己比較少 如果唐魯鴨 殺小怪的 是挺方便的 以防小怪白包 有些人說 人魚陣很厲害 但我試過是不行的 不是不行 是打得很辛苦 因為他的飛彈 打不打 你想殺那隻小怪 好看運氣 萬一你殺不到 你互相復活又搞一大輪 我自己就不喜歡玩人魚 有些人說很厲害 吹到 我不知為何人吹到人魚很厲害 即是艦隊很強 我真的不太覺得 OK 十二也是沒有難度的 加上我們台版就劉邦 你沒有劉邦 也沒問題 因為有木天 木天的電力直接KO 我覺得這隻 怎麼會排到S 有沒有玩 今時今日 你竟然跟我說 韋基利是S What the fuck 對不對 而且這個時候 當然是下股拿比加 我認為絕對是S 首先三 他是唯一一隻 對應所有陷阱 反傷 反block 反傳 加上有加速 還有最主要是他的絕招 兩階絕招打尾血 直接秒殺小怪 我覺得這隻 沒可能不是S 即是這個遊戲 是智力有問題 他這樣排 你沒可能這隻會是S 先 怎麼說 一來你反射已經不方便 其實 加上這些 這個木柱要用的話 有些麻煩 的確 因為木柱要吃很多果 才能確保兩下殺龍 或者點點點 但我自己也是用木柱 其實雪舟是 特殊的舊時代的打法 現在我都沒有用雪舟 因為自從越來越多 反傷反傳出之後 我就沒有用雪舟 除非你很窮 如果不是正常也不會 應該就是 總之現在來說 我打12是沒有難度的 13 13都不是一個 按了就算了 13都不是一個很難打的關 因為就算你無課陣 最簡單是這隻火軍 這隻火軍打這關是蠻好用的 因為他的友情蠻厲害 那不來梅是最好的 因為但凡有邪龍神 必定是訓關 這個怪彈的定律 那這一關 這一關最煩也是邪龍神 只要你有不來梅 打邪龍神是非常方便的 絕招打邪龍神絕對厲害 那我自己強力推介 就是這隻鷹目 那鷹目 不用介紹 體狀大力 然後反弄 和飛彈都大力 無論殺怪打王 我覺得都是萬能的 那這隻 那這隻 為什麼會推介 因為這隻的友情 飛彈殺大眼仔很方便 但去到王關 我覺得這隻就不可以的 最簡單 如果你用反射打神邊 打神邊是最萬能的 因為體狀大力 你不要期待友情有多有用 但他的絕招是非常 他的貫通絕招是非常大力的 那前田也是一個可以選擇 但我現在都沒有用 因為前田 他開技的話 前田一定會殺小怪 但問題是 他開技以外的時間是多虛 雖然就算有加速 也不好用 所以我都沒有下前田 我都是下鷹目為主 碑尼夫那些我不行 我真的受不了 碑尼夫沒有反駁 但十四奇 你說他煩 也不行 你看他好運 時運高 一場過 但最多都是三場 那這隻柴奇貓 我自己有 那我有用 因為柴奇貓 有殺手 打樹方便 還有魔王殺手 然後是蘇雷M 絕招八彎 可以直接卡爆樹 靈活性非常高 這關第一 當之無愧 我真的忘記叫什麼名字 該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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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殺 我覺得海殺 因為他有回血 但這關 雖然血量會危險 但很少因為不夠血死 通常你死都是 死在光惡魔法 手上 你說有弱點殺手 L 可以嗎 OK 但前提 你要先卡進去 整體來說 我覺得這一隻 你可以放一隻 但我不建議你放太多 否則一定會有 阿里巴巴人魚的絕招 首先有魔風 蘇雷L 加上我絕招都算還好 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沒什麼特別的 接著就是Tool for Aura 其實我建議拿一隻會比較穩 他體狀有蘇雷L 但其餘時間不會太大力 打小怪方面沒有特別的優勢 但他最大賣點是絕招 在這個王關危機的時候 這個絕招會補到全家一命 然後月獨靈 我覺得是一隻堪比課金角 如果你沒有柴奇貓的話 我建議你最少拿一隻月獨靈 因為如果你沒有月獨靈 打樹是很危險的 因為他有妖精殺手的關係 打樹是會快很多 因為如果你一隻殺手都沒有 打樹是會極痛苦的 A級那些不看 接著就是15 說得算快 現在說了都數十分鐘 15 如果不是殺手的話 沒什麼難度 你越多這隻 什麼老耳 我忘記了 你越多就越厲害 對 如果你夠瘋的話 你四隻也可以 我自己覺得 越多越厲害 甚至乎你真的入到殺手也沒問題 現在多了會獎 但會獎其實真的不太好 好看不好用 用狼開會獎沒什麼特別 然後趙雲那些 其實真的不太好 趙雲那些 趙雲那些真的不太好 我自己覺得 用得久 你加上這關系 靠你CD 其實很多時候 你打完都不能開一次 接著就是無課的救星 有加速 但很可惜她的友情 打那些反擊是極廢的 因為有護罩的關係 所以你發覺這關 如果你用了太多不死了 你會發覺你的血是不夠的 因為你打幾個 打不到回血的反擊 你是會不夠血的 其他那些 其實真的不建議 說真的 我自己不建議 16的話 現在來說 已經算是OK 因為 首先這關 如果最強的 一定是小紅沒有 但我沒有 如果有的話 強烈建議選 這隻一定要下 我自己 其實我連水天都要下 但我自己是下 新巴達 我下了兩隻 新巴達 水天 新巴達 非常強力 有加速 有小耗力 體狀大力 不用聚能 很方便 除了沒有反撥之外 這隻是沒有缺點 我自己覺得不錯 也是16度 平民救星 我自己覺得 魔西這個玩法 很久沒有玩 今時今日 我都很久沒有玩 這些魔西 我是直接用體狀殺的 總之這關 如果你有小紅帽 就很輕鬆 沒有的話 其實兩隻 兩隻 這個 我忘記了 這個叫什麼名字 總之兩隻 這個就完成了 剛才說完 我都忘記了叫什麼名字 即是 我的記憶力 開始退化 然後就是17 17 其實現在都不算很難 我自己覺得 因為他自從有了我老婆生神之後 這關的難度是大幅度下降 基本上 我好像是一剔搞定的 以前我打這關其實很辛苦 我是不會打這關 自從有了我老婆之後 因為我老婆是全方位對應 蘇雷L 即是回血 S1短縮 還有他這個絕招其實是很強的 很強的 但是只要他入關 即是小怪未開隱身之前 他們可以直接秒殺任何中BOSS 打王是打成節的 但當然不建議你打王 因為打不死 所以有生神的朋友就非常幸福了 當然不要放太多 有全血毒 兩隻好了 接著鐵拳 鐵拳就不需要多說 因為抗脈殺手打個死人盾 我自己有 最後 其實伏機是有需要 即是有些人說 那現在伏機就廢 其實我不認同 因為伏機是有這個幻獸殺手L 很重要的 因為如果不是你 你這關死的最多是那些死人屎萊姆白爆 即是有兩三彎 你屎萊姆的 那一個不過意 你真的通常死在那些白爆手上 所以我覺得 一隻伏機是最安全 即是如果你要安全 我一定要拿一隻伏機 然後我自己建議 可以拿一隻 一隻伏機是一隻伏劃 那伏劃 那伏劃的用法不用多介紹 那伏劃的用法 就是兩血的時候 掃雷三板一刃KO 我是很久沒做過這件事 很久沒殺過這件事 那伏劃這個 廟王來說 平時掃雷打小怪的表現都不錯 如果你沒有選擇的情況下 我可以拿一隻伏劃林 一隻好了 因為沒有反駁 你會想死 那十八 都是小野小丁的世界 和火天 其實我自己到現在 都是用小野小丁加火天 那土方十四郎 入了我沒有的關係 我就不知道了 那有些人會用這個 五星版天照 因為他有這個回復 那堪比這個真天照 真天照影都沒有 等等 看看 跳舞打得那麼辛苦 真天照影都沒有 什麼事啊 陰功啊 那就是這樣 我自己都是用頭那兩隻 最簡單不用煩 十九 十九 其實現在來說 自從有了所羅門之後 我覺得這關的難度 大幅下降 那有些人會用魅魔 我知道 但是我自己覺得魅魔 是不要說他真的沒有魅魔 連遊戲也覺得魅魔是不行的 不是我 因為魅魔有些人吹 又是巴哈仔 又說到 嘩!友情爆裂 又點到很厲害 首先前提 是你剛好設定 他旁邊 我沒有話可說 如果你是大師 我沒有話可說 然後剛好弱點 又是去到魅魔旁 因為弱點會動的 你也知道 在符合這麼多條件下 你覺得好用 我沒有話可說 我自己是簡單單單 我一定是 放一至兩隻 所羅門 然後放一隻薩娜 薩娜 薩娜一定要放 作為一個懶犀 薩娜必放 然後 我自己當然要放變才天 雙加速 其實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 這裡竟然沒有暗天 WTF 沒有暗天 沒有暗天 不是吧 有 對了 B級 暗天強在哪 首先爆炸 爆炸可以配合 變才天的加速 二例就是因為 黃是光屬的關係 如果你是全光隊的話 其實打黃是比較吃力的 我自己覺得這隻打黃是算大力的 但是千萬不要開絕招 其實可以開的 但是你開絕招是靠到一隻黃 但問題是你一定要確認 你一定要過關或者尾血 即是你開完絕招一定要贏 否則你死定 那這裡拿猶他呢 我下次可以試一下 我現在才知道拿猶他是OK的 所羅門進化之友情 哦 因為他可以up到所羅門的友情 未放大 下次我試一下拿猶他 我們有學到 那我真的拿猶他 他一講完 我覺得拿猶他真的OK的 他會暗熟 好了 20 其實比起15來講 我覺得是簡單很多 如果你要拆殺那 可以考慮這關 但是他出那關 extra 我自己覺得15是比較容易打 如果你問我 那當然是綠谷 其實綠谷我自己覺得 一隻一隻 不要太多了 那又是會長 會長 對應陷阱 不需要多說 那這個 普賢文珠 我自己用過 絕招是廢的 我自己覺得很麻煩 那這裡是梅塔特龍 即是暗天 那我配合 即是綠谷的老婆 大家知道 即是他們兩個配合 即是他們有加速 但我自己用過 我自己覺得 貫通打這關真的不行 對 我是不喜歡 OK 我是下回新光天 因為新光天的綜合性能非常高 我自己覺得是OK 其他的我就不試了 因為都是B級的了 來來來來 到這個 開始高手向少少少 叫做21 21 我看過 我發現仍然是沒有分別 都是那幾隻 就是這隻狗 這隻阿典蘭 和這個 鳳萊 我沒有 加上我自己不太喜歡 我試過 好又不太好用 簡單來說 都是用了幾隻 都是要硬 要靠實力 簡單來說 這隻狗 會令你輕鬆一點 你別想有這隻狗 可以萬能 只不過這隻狗 會令你輕鬆一點 但你打法上 暫時來說都不能偷計 我期待 還有一隻是更加適合打21獄的生物出現 暫時來說 我都不想打21 22 是一個很低能的關卡 因為這隻狗 太多血了 他媽的 當然他有方法 讓你打 但方法達成的條件 是很麻煩 你要殺的次序 剛好要放到一顆球 那就秒殺 我建議拿一隻 而且基本上 你不下殺彈 你的關係很麻煩 我自己覺得 但要用殺彈 你一定要計得很清楚 但入關 如果錯 特別是王關 因為王關 例如 王關一斷 沒有反 沒有反重的話 如果你是 奶反傷 一定是PK 但我都建議拿一隻殺彈 城吉斯看 其實可以 但不算厲害 我自己覺得 他方便的地方 他有耗力 但聖騎士殺手M 就見人見智 我自己又不覺得 特別大力 因為他本身有勢力 人妻是綜合性能高 但相對地 人妻是沒有任何特點 只不過他整體的綜合性能高 但是 有時候你想救命的話 是很難靠人妻救到你 這裡就有隻古拿比加 其實可以考慮拿一隻 我也未試過 下次可以考慮拿一隻 試一下 接著就是A級的夜一 夜一 夜一就是因為 是大力 但夜一有一個最大的缺點 就是上不到文章力 因為他五星的關係 這樣比較慘 如果可以上到文章 夜一絕對是最厲害的那隻 好 23 23其實是大國主的世界 我相信應該都是大國主的 看看會不會有些特殊 對 今次上榜了 這隻王者之劍 看看會不會很有掛 讓我試一下 因為他有抵力的關係 非常符合這關的設計 即是抵力的傷害 加上反魔法陣 但好像沒有掃蕾 好似真的沒有掃蕾 A、B是什麼 經常會很煩 A、B B Block 反Block 是A、B 即是英文 Anti-Block 是CQ彈 但沒有掃蕾 沒有掃蕾 所以很危險 我自己覺得 還有一個絕招 但如果他開絕招 全部無敵的話 他是減不了血的 所以要留意一下 有隻新的火狗 火狗就是 SS打波戰 非常優秀 最極的 我覺得可以試一下 火狗 可以試一下 好了 Lex 24不需要多說 24有鬼兵隊 我相信弱子也能夠過 真的得罪說句 懶兒 既然有一隻 排得高過鬼兵隊 條件嚴格 即是說 如果這隻暗槍達成以下條件 就會超越到鬼兵隊 如果不達成以上條件 我建議你不如不要下 因為他寫得這堆條件 一定是你一定要達到這個條件 才能破防 所以 我覺得也不難達成 簡單來說 就是 吃書和吃戰形 其實這些條件是不難 玩了這麼久 這些條件 我覺得是不難達到的 這隻也值得投資 因為可以打到乾均 我自己覺得 如果真的有這隻 可以考慮幫你上這堆 不難的 但我個人認為 有鬼兵隊 艦隊 不用減 真的不要減太多 就是這樣 下面這堆 一段水流大師兄 在場的都是辣 25肉 25肉其實也不難 有薩娜 有華生 有乾神 特別是乾神 有這個超數女 打這關 打這關 甚至能打到HR的藍合胎 是更加適勝的 我自己覺得 乾神你絕對要拿一隻 絕對 但是要記得 他的絕招是很廢 乾神的絕招是廢 到嚇到人 即是沒什麼事 真的不要開絕招 OK 然後就是這隻 死人忘了叫什麼名字 什麼 什麼 姚洛斯 我常常不叫姚洛斯 還是陶洛斯 因為以前有個女藝人叫姚洛兒 我常常叫姚洛斯 即是陶洛斯 對陶洛斯 OK 這隻就不需要多說 素雷L超反傷 12彎號 基本上是反射必備 貫通方面有幾個選擇 以前會用米老鼠 但後期我已經沒用了 因為只要這關 你不用相同角色的話 不會傳染毒 其實缺量上不會扣太多 我覺得不需要特地下回復 但當然他的大號令是優秀 但我自己就 看你有哪隻 如果你有就要下 因為方便 華生也是方便 看你下哪隻 其實分辨不大 但這關我自己建議 兩反兩罐 最傳統的打法 因為你要考慮到 如果真的開到HR 你要打 不難的 25是不難的 整體說完 今次評論 有一兩關 有些新的可以試一下 例如王者之劍等等 整體來說 我最討厭的21和22 都是沒什麼變化 自己看完之後發覺 就是這樣 我們今次來到這裡 有什麼可以留言 我們下支影片見 拜拜 記得按LIKE 拜拜